大家看一下,这是在Costco买的海参 我们之前有泡化过干的海参 但是这个是新鲜的艾拉斯加红海参 不需要再泡化了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清洗,把它这个肚子一边剪开 然后,这个肚子一边剪开 然后,这个肚子一边剪开 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把它去掉 这个东西是他们的那个肠道柴蟹的东西 我们可以给它去掉 海参洗好以后就可以切了 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在海参里面加入酱油 然后放入蒸锅中 蒸锅中的水沸腾之后 转中火蒸20分钟 这种做法保留了海参的原汁原味 口感是比较脆的 我还做了红烧海参 以及用电压力锅煮海鲜粥的做法 我会另外做视频分享给大家